这个怎么样搬移资料 那这边讲义里面也有 讲义里面的话呢 我一样是去 哪边找呢 去第1到3列里面找 找什么东西呢 把H3就是我现在要查的东西 去跟什么呢 跟我要比的范围比对 也就是 这个地方写法是H3在这里 他跟什么比呢 他跟这个范围比 其实这个逻辑跟VIRAN是还蛮像的 一个 比 不过他这个范围怎么办 那你就要用回圈 for i 等于1到3 然后怎么样呢 去帮我一个个把它比出来 然后自动放过来 所以 基本上他一样开发人员里面 我们程式撰写 我想慢慢你要熟悉就是 写法的话呢 插入一个模组 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增加一个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叫查询好了 那查询的方式的话 写法部分呢 我想你就这样子 一样是for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范围啦 你就是for i 从哪里呢 从第三列 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呢你这边 就是直接 for i 等于 第三列到最下面一列 但最下面一列你自己再去把那个改一下 之前有讲过 我enter两下ness 那比什么呢 比他的if 这个很像 跟前面的很像 if sale 我先把那个第1 那个第i列里面的哪一栏呢 A栏里面的 那个 资料先抓出来 跟什么比呢 跟range 固定的位置呢 用range range h3 的话 两个如果一样 zen 做什么呢 一样先打enterif 习惯 其实他只会有一个一样哦 所以如果找到的话呢 你就把资料搬过来 那怎么搬 特别注意哦 就是 把后面的资料 什么 把前面的资料搬到 把后面的资料搬到前面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要搬到这边 所以请你把这边写在前面 这个图存格 如果固定的位置 我用range range哪一个呢 这边的话是h4 所以h4 这个储存格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 从哪边 因为我抓到的是 b欄的资料 所以把b欄的资料 哪一列呢 这个回圈里面的同一列 所以我就打一个什么sales i列的b欄 OK应该可以看懂这个 这个叙述吧 就是把 这边一样位置 假设是001 他找 h01找到了 同一列的b欄 帮我放在这边 h4 那其他的e词类推 h5 h6 h7 所以呢 分别就把这边 假设写一行之后 Enter一下 其实有4欄 所以分别就是把它改一下 这边改成 5 6 7 改什么呢 改c d e OK 那 最后呢 记得补一个啦 这一行叙述不补也没关系啦 只是说呢 他比较容易浪费时间 这边打一个exist exist什么呢 for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呢 因为只会找到一个 不会找到第二个 所以找到之后就跟他讲说 不要再 回圈 for就是for回圈 for就是跳离这个for回圈 意思说 找到了 不用往下找 OK 所以 不过这行叙述 如果你放进去加 其实 应该也 不会 因为这边 比数太少了 所以他即便比完你也感觉不到 差异的话是 微乎其回的 不过当养成好习惯 程式的写完整比较好 最后的话呢 你就程式写完了 那再来怎么样呢 在旁边加一个插入一个什么 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就是查询 跟我们之前一样 查询 然后所以呢 再来我们就是 把这边呢 就直接 输入一个 编号 004 那请把004帮我带过来 张宏才 OK那你会发现张宏才 这个22888 22这个 然后12 名次第2 UOK 就带过来 这边再向下拉 8好了 按个查询 遇离尾 OK这个人的资料 就带过来 OK 那这个是利用那个 VBA带我带资料 不过 做完这些之后 其实带资料 是OK的 可是就会有同学 可能会马上说 老师这边好像有点麻烦 按完之后呢 你选完之后还要再按一个查询 这样感觉 有点不方便 是不是 所以之前就有同学说 可不可以怎么样呢 我下拉之后 我可以 直接不用按查询 他会自动 帮我查询 回来 就跟我们刚刚在用 VBA带数 一样 的这样的方式 不过这个地方 如果说将来呢 你要 不经过按查询 也能够去做查询的话 这个地方 可能会需要 再多了解一个 所谓的事件驱动 那什么叫事件驱动 在那个 VBA里面 他会有一个根据 你的哪一个 哪一个工作表 工作表的哪一个 储存格 如果发生改变的话 才去做 对应的什么呢 执行程序动作 OK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 请各位 第一个 先试试看 把这个查询部分 先做完 待会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事件驱动 也就是当什么呢 当工作表 改变 的事件驱动 那事件驱动 那你会牵涉来个问题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哪一个储存格 被改变 他才会触发 如果没有 那就跳过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这地方的话其实还蛮好用的 其实只要是 某个工作表里面的某 一个储存格 或者未来其实你也可以改成什么 这个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某一栏 或者某一列 其实都可以 你也可以去设定什么呢 如果 他 发生了改变 改变指的是 里面资料 被 变动了 OK比如说他可能下拉了 换了另外一个 这个这个编号 OK那你就要触发他 他就会自动去帮你做查询动作 这个部分的话是属于事件驱动 那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把那个 刚刚讲里面这个 程式先试试看好了 可以先做到查询 再来我们来看 这个在Excel里面 怎么样做那个事件驱动 这个事件驱动还蛮重要 因为常常 我希望 比如说常常同学问到 下拉清单 选了某个编号 自动带出其他栏位的资料过来 那其实都是用事件驱动做出来的 当然也有人怎么样 直接先把公式藏在里面 那不行 为什么 因为要藏非常多的公式 隐藏在里面 那个你可能要隐藏非常多 而且非常的占用 你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储存空间 那 应该要这样 就是 当他哪一个 栏位改变的时候 我再去触发他 触发什么呢 自动帮我把资料 带到他指定的位置 那这样的话其实很方便 所以以后如果你经常性需要 输入某一个 某一个词 按Enter 自动带出其他栏位出来 那这种做法 其实就 可以利用这种 事件驱动的方式来做 不过要怎么做 我想 请各位